中越战争 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没有打过大战 所以七八年代的解放军战士都是养尊处优的一代 可是下面这个故事给了那些人打了一记耳光 因为这个事故证明解放军不管在什么年代都能保持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事情是这样的 1979年3月1日夜晚 中国解放军某度九连的一个侦察班战士一共十人 准备前往越南境内的一个潜伏地点的时候 遭遇到了越南军队一个加强连大概二百多人的包围 十人对二百人 这场看是一边倒的战斗 却以中国勇士的胜利而告终 在战斗爆发之前 越南喊话给那十名解放军勇士 希望放下武器留给他们活路 可是那十名解放军战士好像没听到一样 拒绝了越军的权降 在班长的带领下 在敌中我寡的情况 夏英勇和敌人进行战斗 绝不投降 战斗进行了一个晚上 就在黎明江要到来的时候 那十名解放军勇士 已经七名战士负伤 只有班长和另外两位战士还可以战斗 为了不让战士白白牺牲 于是班长命令其中的四名战士 在天亮之前撤退 自己和另外两名战士掩护剩下的受伤 三名战士边打边撤 战后四名受伤的解放军战士 带领部队回到了战场 此时战斗早已经结束 此时班长的另外五名解放军战士 已经全部牺牲 但是他们也取得了击毙六十六名略军的巨大胜利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班长带领这另外五名战士同敌人进行殊死的决战 直到他们为掩护战酒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可歌可泣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音乐 音乐 语音乐 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